你現在看到這個是背景 你剛剛看到可能在比較後面 你稍微把它拉前面就可以看到 現在只有一張背景而已 那麼我們先不動它 先不動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既然我們講到原件 我怎麼樣新增原件 你如果從左手邊畫的 一般我們把它稱作什麼 臨時演員 原件才是所謂的正式演員就對了 你看我們把那個電影在列的時候 臨時演員大概不會全部列出來吧 對不對 大部分都列主角是誰啊 然後配角啊 重要的而已嘛 那所以所謂的Symbol 原件就是在這裡 好在這邊 那我們現在就從這邊新增一個原件 那我請問一下 貓貓蟲是會一直動一直動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影片片段 就是它不管 反正只要沒有叫它停 它就不會停就對了 它就不斷動 那這個 比如說這個腳叫做 我沒有英文可以吧 Bug嗎 好 它是一個影片片段 所以我從這邊 插入這邊 新增一個新的原件 是水影片片段 確定 好你注意一下 你有發現哪裡不一樣 它有沒有自己獨立的時間走 你看進來裡面是不是都是空的 對不對 而且你看到上面有沒有不一樣 我現在進到這一個來了 有沒有 我們剛原本都是在所謂的場景1啊 場景2啊 那因為我們現在新增一個 就進到它的自己的時間走 好 這樣了解了 而且你看一下右手邊 右手邊是不是有叫原件庫 只要是正式演員通通會列入 這個 這個原件庫裡面 你看我們剛新增的Bug裡面 是不是在這裡 了解了齁 嘿 它就可以在裡面 所以你裡面的東西都可以重複使用 好 都 這裡面的東西都是什麼 重複使用 沒有關係的 我剛講序備免費那種 嘿 好 所以你新增 你先新增一個好了 來 我等你一下 好 那我現在一進來是不是就空的 我們來看你右手邊 原件庫 我幫你準備忙好走 1 2 慢慢收回來 又伸出去有沒有 有總共有六個動作 這連續起來就是它的一個什麼 前後前後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呢 先把這一支丟出來 那你有發現 你只要進到原件庫 有沒有發現中間有個十字 你記不記得我們在做那個 導引線動畫的時候 我們如果說你在十字 中心十字的右下角這樣拖嗎 那個點就是這個點 這樣了解齁 平常我們如果是有原件的話 它都會有一個物件的中心點 我們平常在做會建議 東西就盡量擺在這裡 擺在正中間 就是讓它 比如說我毛毛從進來 大概就擺在這邊 這樣了解的齁 好 如果你不是那麼確定怎麼辦 你先丟出來 比如說丟出來 可是我不確定有沒有在中間啊 那麼你可以先把它剪下來 你丟出來之後 先把它做一個剪下的動作 用手按兩下 比如說你看我用手按兩下 比如說我放在這裡對不對 我用手按兩下 有發現它十字簡 是用回到正中間的 回到正中間 這時候你在什麼 中央貼上 對不對 中央貼上就一定在正中間 這樣了解意思啊 這樣是對齊的方法 當然你沒有對齊能不能用 也是可以用 只是說以後你要用比較不好用 原則上啦 我們都會對在正中間 好 這樣是第一支 那我再插入關鍵銀格囉 它是會自動複製前面那一支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把這支拿掉換第二支 但是這樣有一個缺點 位置有沒有可能跑掉 比如說我這拿掉 我再丟進來可能就跑掉 你有兩種方法 我們有沒有教過一種 瞄兔子 有印象嗎 但是這樣也是有點缺點 所以 還有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因為你現在是當導演 這個人演得不好 可以叫他換人 對啊 你想看如果是戲劇換人演 台詞會不會變 都是一樣的 只是不同的人來演嘛 好 比如說你看最近還有那個季工啊 不是有那個什麼季工的啊 就算那個對啊 對啊 也是換人演啊 但是劇情都差不多啊 對不對 所以說我現在這個 我點到他 用元件就有這個好處 下面有沒有要替換 他換人 嘿 就像打棒 打籃球一樣可以換人 現在是1嘛 換2 確定 有沒有 這樣是我的優點就是什麼 你曾經對他做過任何事情 他都概括承受 哈哈哈哈 這好像是法律名詞吧 哈哈哈哈 那你了解了齁 所以我按右鍵 插入關鍵影格 他是又複製前面的 那我現在 你看喔 我要 我複製完之後 我有點他一下喔 下面是不是才變 如果你在這邊點他 他是變成影格的屬性 有沒有 我要點到他 才會是 圖像的屬性 齁 換人 第三個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快 比你這樣丟出來 這還對快很多嗎 那六個 通常我就這樣 直接按F6 這樣不都進來了嗎 那我到第四個 點他一下 這個換成4 然後到第五個 點到他 我怎麼知道他是誰 他現在有沒有告訴你 他是第三個 對不對 我就 換成5 可以嗎 這樣子的話 點到他 這個換成6 這樣你的動作 其實有點像在分解動作一樣 好 所以這樣子他本身就會動了 有沒有 我們這樣他也收也收了呀 一樣啊 好 換你了齁 嘿你現在這個化妝化好了 我現在要離開他 我就回到哪裡 場景1 你看我們這邊 現在有沒有蟲 沒有嘛 因為你只幫他化好妝 就在這裡 好 現在我就增加一個圖層 這個是毛毛蟲 可以嗎 他要出來演戲了 按著他或者丟這裡都可以 按他也可以 按這裡也可以丟出來 嗯 嗯 好 按著 按著 丟出來 有沒有 出來了 那麼 那麼 雖然 看起來你在這邊 他會不會動 不會動 對不對 為什麼齁 因為 影片變了一個 在Face裡面 這應該 算一個 不知道算不算缺點 因為影片變了 我明明知道他會動的 可是 你如果在這邊播放他不會動 你一定要用什麼 用這個 才看得到最後結果 所以為什麼我們測試一定會從這邊來 因為你不從這邊 影片變來就看不到 你看他已經在動了 對不對 這樣OK了嗎 齁 好 畫面還給你 現在他已經會動了 那我們來看看齁 大小我先把它稍微調整一下 我用這個變形工具 我把它稍微調整一下 好 調好的 我現在 你可以放在這裡 那你要 從這邊 走到這裡 你可以用路徑的 或者直接 有導引線或直線就好了 沒關係齁 好 我們來看看齁 我讓他走到最後面 我假設先走到這裡好了 按右鍵 插入關鍵格 那卡通一點的 我們就走到這邊 縮小一點 好 把它縮小一點 這樣可以嗎齁 好 那麼 最後走到這邊之後 我希望他 待會再走到這邊 就怎麼樣 越走越 你就會消失掉了嗎 齁 所以我在最後一格 我們希望他 真的跟我們拜拜的話 你就 再繼續往前走 欸 丟掉 然後再小一點 好 小完了之後 有一個重點的 這個地方你看我點到他 有沒有發現 我們剛剛講 原件有一個 顏色的屬性 對不對 底下 裡面你就可以看到α 只要是原件都有 不管是影片變得圖像 還是按鈕 α 現在是百分百 變成0 16小時了 這樣子的話 中間就可以產生什麼 補兼動畫了 那你有發現 我們原件進來 有沒有一個框框 所以說你要用哪一種 是不是移動補兼動畫 好 你看喔 這邊這樣 他就慢慢過來 走走走 雖然你看不到主動 好 在這邊 一樣也是移動補兼動畫 所以這邊走 慢慢走 有沒有慢慢消失 對不對 因為我做三個嘛 一個前面走到這邊 第二個是這邊 走到後面 加上一個什麼 加上一個α 變成0 所以我們要看到最後結果 還是來這邊看 比較準 對不對 因為我錄影那個 會播比較慢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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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